这个暑期档,国内的电影市场可谓一场的火爆,我不是药神和西红柿首富,这两部电影,看的也是让人一游为尽,而爱情公寓也是凭借2.8的超高评分,拿下了五一的超高票房。 黄渤的一出好戏,也是逐渐发力,不过就在我们都在关注这几部电影时,却是在无意间错过了一部喜感十足而且又正能量满满的电影,这部电影就是李宝国这部电影了,平行而论这部电影的质量还是很高的,搞笑程度甚至不弱于沈腾的西红柿首富,可不得说的是,李宝国这个片名,真的是一点都不吸引人, 感觉就像是一般的纪录片一般,是想现在的年轻人们,谁会去看这么一部纪录片呢? 而这部影片惨淡,倒连都罢评分都没有出来,不过从评价来看,却是清一色的好评,这也可以说明这部电影还是不错的,可片子虽好,却是一票难求啊,院线的拍片简直上的可怜,在刚上映时还有0.7%的拍片, 但到了现在直接变成百分之零了,这也算是破了国内的拍片记录了吧,这种时候电影的主演林永健也是坐不住了,据说林永健在媒体上,累球院现金里多多拍片,帮帮我们吧,不对对此网友们也是表示,可是影院凭什么帮你们呢? 房租你给交吗?工资你给发吗?你们自己在宣传和公关上不下功夫,现在才要来哭诉有用吗?不知道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? 如果喜欢的文章的话,记得一定要为点点关注和分享哦,有什么自己想说的话,就在个评论区中畅所预言吧,期待你的留言与一起互动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